远方的家一带一路设置组继续在秘鲁的行程 我们从首都立马出发 赶往西南部的伊卡省纳斯卡地区 去探访第一家来到秘鲁的中资企业 首钢秘鲁铸矿股份有限公司 纳斯卡地区是一片平原 干喊少雨 已被称作纳斯卡荒原 就是这样一片布毛之地 因为神秘的纳斯卡线条闻名于世 我们已准备从这里开始了解这一片荒芜的平原 我们一带一路设置组从立马出发 沿着泛美公路一路向南 现在是来到了纳斯卡平原 著名的纳斯卡线条就是位于这一片广袤的土地上 其实我们来到这发现纳斯卡平原真的是非常的荒凉 放眼望去几乎是看不到什么植被的 与我们同行的是纳斯卡科考专家 纳斯卡线条也称纳斯卡地化 是创作在戈壁滩上的长达几百米 甚至上千米的复杂线条和神秘图案 据考证大约绘制于两千年前 正是由于当地的干喊气候 才让这些线条和图案历经沧桑 仍能清晰完好的保存到今天 还是好像没有看到这些线条的踪迹啊 只是在这个平原上面看到了一些纵横交错的 很像是这个雨水冲刷形成的这些勾曲 这些属于纳斯卡线条吗 在这里我们看到也很多线条 在这个地方 还是另一着謾行的 这些路由在里面 要于这边关系 也就是很多线条 跟这些路由非常线的 很多线條 只有一线条路由线条 再 tam的 één rij 给我看到 这些是纸条路由紗斯卡的 伊斯拉先生好中心 所有纳斯卡线条 包括普通线条和图形图案 总共超过一万个 覆盖的面积达到五百平方公里 这个小山包是当年绘制线条的观测台 但要探求线条的走向和全貌 特别是那些最为人们所津津乐道的巨型图案 就需要乘坐飞机 到三百米以上的空中俯瞰 伊斯拉先生要去准备地面观测的工具 记者和翻译员权来到纳斯卡的小型机场 这座机场是专门为游人 空中领略纳斯卡信条而建造 因为每天的名额有限 所以需要提前在旅行社预约购票 拿着护照还有一个机场的完税证明 现在就可以登机了 哈喽 哈喽 早安 你好 你好 这是China 谢谢 谢谢 这位女士呢现在是给我们了一个航线图 虎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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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主驾驶的飞机是1965年生产的 已经飞行了半个世纪 刚才呢飞行员通过耳机告诉我们 让我们放松一点 不要紧张 马上飞机就要起飞了 所以我们现在的飞机呢 是已经推出了平几平 在这个跑道上面缓缓地滑行 很快就要起飞了 很有意思的是 主驾驶的飞行员 还把他的窗户打开了 现在风吹进来 虽然很凉快 但是让我们感觉 还是有一些紧张的 因为毕竟这么小的飞机 还是第一次坐 据说选择乘坐小型飞机 欣赏纳斯卡线条的游客非常多 每年约有50万人次 飞机腾空而起 很快上升到300米左右的高度 其实来到这边呢 我们可以看到 在这个戈壁滩上 有很多纵横交错的勾壳 都是这种蜿蜒曲折的 很容易区分开 这个纳斯卡线条 和这些大自然形成的勾壳的一个区别 纳斯卡的线条呢 就是很笔直 在这边坐横交错起来 在高空 才能真正领略 纳斯卡平原的辽阔和荒凉 而也正是这样 才给人留下了一块天然的画板 我们早上呢 张力先生给我们介绍 我们从一个比较高的山坡上面看到 发散出去的这个线条 在这里很明显的能够看到 伸向远方 一直通向前面的山脚底下 在前面的山脚底下呢 我们看到了一些绿色的植被 证明在那边也是有人居住的 所以说在古代的时候啊 这个线条应该是会 就像张力先生告诉我们的 是连接人们居住的两个地方的一条线路 因为飞机的飞行线路 是按照纳斯卡图案的位置划定的 所以我们很快就看到了一幅经典的图案 我们在这一片秦山的顶部位置 比较平坦的位置 看到了一个蜂鸟的形象 线条勾勒出的这只蜂鸟图案很有创意 特别是长长的会形象生动 飞行员告诉我们 这幅地画的长度接近一百米 马上一只蜘蛛出现在平原上 它的体长虽然只有四十多米 但是身体各个部分描绘得非常精致 每一条腿的位置和长度都很协调 难以想象 两千年前的人们在地面上 如何准确地完成这样的图形 很清楚地在这边看到了一个 玄尾猴 它的尾巴是非常长的 是从这个螺旋杖弹起来的 玄尾猴是纳斯卡代表图案之一 它的长度超过一百米 最让人惊喜的是 这样一个不规则 不对称的巨型图案 各部分之间的比例 仍然掌握得很得当 还有螺旋状的尾巴 绘制难度也非常大 纳斯卡线条里的动物 据说超过四十个 而且大部分都是在热带雨林 或海洋里生活 似乎与寸草不剩的荒漠 格格不入 所以有人猜测 它们是古纳斯卡人 用来起雨的专用图形 在路边的位置呢 我们看到了一棵树 其实看上去特别像是仙人掌 但是飞行人介绍 这是一棵树的形状 就在泛美公路的一旁 其实我们从公路做一个对比 就能很明显地对比出来 这些纳斯卡图案 它的面积规模有多大了 除了动植物 泛美公路旁边还有螺旋桩 交叉三角形等各种复杂的线条 更让人惊讶的是 还有人形图案 看得很清楚 就在这个半山腰的位置 是一个人形 人的形状站在那边 然后伸起了一只 人们说哈喽 这个人形图案 有一双又大又圆的眼睛 很像影视作品中的外星人 再加上荒原上 还有很多类似于机场跑道的 西形或长条形的神秘图案 也让很多人产生联想 认为这些都是外星人的杰作 我不知道这些很大的图案 为什么会画在这里 甚至是这些和这些戈壁沙漠 毫不相干的动物 为什么会出现在这些戈壁荒摊上面 这些动物的背后 又是代表着什么意义 我们一会儿再去找调授 好好地了解一下 一下飞机 我们就赶忙放在工作边的一幅题画 伊斯拉先生已经通过特取授权 允许我们靠近拍摄 周恩先生现在是要带我们 靠近这个纳斯卡线条的图案 所以说我们在这边要换上一个专用的鞋子 这鞋子是很有意思的 像是一个拖鞋一样 但是它的这个底板是很宽的 也是为了加大这个和地面的一个接触面积 不会破坏到这个纳斯卡的线条 直接套在鞋子上就可以是吗 身边这一幅纳斯卡地画 就是在飞机上看到的公路边的树形图案 它高80米 宽60米 占地近5000平方米 其实刚才我们在飞机上面看到了 很清晰的一个树的线条 现在走下来看 其实它的这个线条并没有很宽 就是把这个石头清理之后 裸露在地表上面的这个沙土的一个颜色 当然是大概20cm 25cm 我们在开始 我们的东西是把石头清理之后 裸露在地表上的这个沙土的一个颜色 以斯拉先生告诉我们 因为纳斯卡平原是地球上极干旱的地区 而且日晒强烈 地表只有微风吹不起石子 反而把光滑线条上的细沙吹走 加上长久以来这里人际寒质 所以能保存2000年之久 其实像刚才我们看到的这个线条 直线的画法是比较好理解的 可能是两点连成一线 那像我们看到的这样很复杂的图案 是怎么做成的呢 是非常容易做成的 更容易做成的 更容易做成的 在巴巴和其他探索里面 用了一种增长和钢子 这些是我们找到的工具 还有小小材料的材料 可能会用来测试 但是就此外 伊斯拉先生告诉我们 纳斯卡线条的制作方法 用途一直都是未解之谜 从被发现至今 吸引着一大袋考古学家 来这里寻找答案 他们其中的代表人物 就是把毕生都献给 这一片土地的德国女数学家 玛丽亚·赖歇 如今在她附近的古居 已经建成玛丽亚·赖歇博物馆 这张照片看到的 就是玛丽亚女士吧 赖歇女士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 就常住在这一片荒野上 开展纳斯卡线条的研究工作 一直到1998年去世 赖歇女士曾求主于毕露空军 获得了该地区的第一批航拍照片 再结合实地勘测进行绘图 制作出这些线条的全家府 揭开了纳斯卡地化的全貌 为自己和后人的研究 打下了基础 这些计划是和谷亚女士的研究 她正在处理找到认识的认识 那些古代的NASCA 为能够做运动 和轴线等 所以这些认识 她正在处理找到认识的认识 但她从来没有找到认识的认识 所以她仍仍仍在试试 关于纳斯卡线条的用途 赖兴女士曾提出天文历书的推断 认为每一个图案都对应着天上的一个星座 其他学者也有各种不同的假说 古纳斯卡宗教图画 奇语图腾 古代竞技运动场 但无论哪种理论 至今都缺乏足够可信的证据 纳斯卡线条之谜仍然没有解开 在这边看到了玛利亚女士的一些照片 特别是这一张 玛利亚女士的年纪已经很大了 很孤独地在这片荒漠当中做工作 赖兴女士为纳斯卡线条投入了全部身心 一生没有结婚 也没有家人陪伴 独自一人 常年来月在荒漠中进行观测 记录和分析 虽然没有最终结识纳斯卡线条之谜 但通过发表论文和出版相关书籍 让纳斯卡线条得到了学术界和公众的关注 并说服政府部门加强对这片区域的保护 可以说 它为纳斯卡线条完好的保存下来 做出了重要贡献 江树首家南美中资企业的发展故事 感叹中碧员工的完美和声 远方的家大型系列特别节目 一带一路 第458集 走进纳斯卡平原 正在播出 离开玛利亚赖西博物馆 我们刚忙手钢毕铁的马尔科纳矿区 我们远方的家一带一路 设置组离开纳斯卡继续向南 现在是来到了手钢毕鲁矿股份有限公司的矿区 在我身旁的岩石上面 看到的就是手钢毕铁的标志 整个标志的主体是著名的纳斯卡线条的图案 蜂鸟 手钢集团1992年来到壁鲁 不仅资助着当地的考古研究工作 同时也延续下来了极具当地特色的标志 我们来到矿区 手钢的工作员就告诉我们 这个标志也浓缩了手钢集团 来到遥远的南美大陆 26年的发展历程 进入手钢毕铁的矿区 车行20分钟 一直都是漫无兵级的沙漠黄山 还没有进入采矿场 先看到云雾缭绕中一条长龙 扑附在地面 另一条又跃上山坡 手钢毕铁总经理师顾问 王鼎恩告诉记者 这是矿区的矿石传送带 这条皮带是我们从中破站破碎之后的矿石 然后通过这条皮带运到我们山下 然后经过一个堆长之后再运到选矿场 水平传送带长8738米 是目前壁鲁最长的单体水平曲线皮带机 而且它的运行不需要专门供电 因为这条下山皮带有800米的落差 皮带机设计了势能发电功能 可以把势能转化为电能 给其他的水平传送带供电绰绰有余 沿着传送带我们一路来到矿山的作业区 现在我们旁边看到的这个矿坑是几号矿坑 是我们的四号踩坑 四号踩矿坑 其实站到这儿 真的是很壮观 很震撼的一个感觉 没错 这个踩坑是我们手钢壁铁的一个主力踩坑 已经开采了到现在应该有60多年了 目前这个踩坑长1100米 宽的是840米 手钢壁铁拥有的马尔科达矿区 位于安底斯造山带中北段的西移 属于环太平洋多金属成矿带 可全部露天开采 现在我们脚下这些都是矿石吗 这些其中很多都是矿石 颜色深 就意味着矿石的铁含量是比较高的 在我们现在的踩坑当中 我们的矿石平均原矿的品位 就是50%左右 这算一个什么样的品质 应该是非常高的品质 非常高了 因为目前我们了解到 在咱们中国国内 大部分的矿山平均原矿的品位 应该是20%左右 甚至比20%还要低一些 在踩坑的周边 一辆辆巨无霸呼啸地过 哇 仰视着它经过 轮胎直径达两米的巨型矿车 将开采出来的矿石运出 简单破碎处理后 经过矿石传送带 运送到巡矿厂 并成黑凉的铁矿粉 再运到矿区码头 40天后 满载16万吨铁矿粉的远洋货轮 将穿越浩瀚太平洋 抵达中国河北省唐山市 其实我们现在看到 这片土地真的是非常的荒凉 寸草不生的 那在我们看来 非常贫瘠的一块土地 对于你们来说 应该是一块宝地 没错 您形容的非常贴切 这确实是我们采矿人心目当中 一个很真实的一种感觉 因为在这地方 我们看到的是满目昌凉 事实上在地下 就蕴藏着非常宝贵的资源 我们目前正在开采 生产的一片区域 其实主要集中在一个 150平方公里这样的一个区域 那整个矿区的面积有多大 我们整个矿区是670.7平方公里 那碳明的铁矿的储量有多少 目前就在我们150平方公里 区域内碳明的储量 到去年年底是22.2亿吨 1992年首钢在国际招标中 以1.18亿美元 竞标取得了 毕鲁铁矿公司 98.4%的股份 及其所属 670.7平方公里矿区 矿产资源的 永久性开采权 勘探权和经营权 当时这个投标价格算高吗 在当时来讲 应该说1.18亿 确实是一个很高的一个数字 可能也像外界所 大家所了解的 抽出原来的底价比较多 但是我们用我们 站在今天我们的眼光 去重新审视这段经历的时候 我们认为 当时所做的这个决策 还是非常的成功的 更重要的是 作为走出来的先行者 这一次收购 为中国企业进入拉美 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也成为当年 首钢毕铁学习 融入毕鲁社会的第一部 离开采矿场 首钢毕铁副总 人事部经理吴以民 要带我们去认识一下 他合作十多年的毕鲁同事 海边有成牌的矿区公寓 人事部副经理 马尔科米兰达的家 就在这里 要换鞋子吗 不用了 不用了 谢谢 家里很干净 很漂亮 您请坐 您家的这个面积有多大呀 160平米 站地 在上面看到了有两张照片 是您的孩子吗 很可爱 那现在不是生活在这儿吗 米兰达的妻子 目前在立马他们儿子 最近家里只有他一个人 您的卧室 这边出去就是实际上是一个 凉台 凉台就能看到大海 就看到大海 是一个海景房 非常漂亮 这个房子是矿区免费提供给您的吗 是 米兰达已经在这里居住了24年 他的两个儿子都是在这套房子里长大 米兰达在手钢到来之初 是一名高级分析师 逐步晋升为薪酬科长 再到现在的人事部副经理 属于手钢毙铁的高级管理层 中国企业给当地员工的 这个一个晋升空间大吗 有很多的例子 在手钢毙铁 有大量的壁鲁员工处于公司管理层 然而26年前却截然相反 1992年收购完成之后 手钢就派了一支庞大的中方管理团队 就是要让我们手钢的班组长 要到这来认职 一直到班组要派中国人来 当时最多的时候达到了160人 就是在国内就筹备了一个团队 对 到这边来了 就到这来了就有160个人 手钢的做法是按照当时国企管理的传统思路 但这种全面接管很快诱发了中壁员工管理上的矛盾 造成管理脱节 这里面很大的一个原因呢 就是文化 语言 法律 都有差异吧 都有很大的差异 意识到问题 手钢马上进行了调整 改变思路 陆续撤回大部分中方员工 很多管理岗位交由壁鲁人担任 真的面积很大 天哪 这还有一个健身房 小型的健身房 手钢壁铁还专门组成一个壁鲁员工团队 负责与工会组织进行协商谈判 大大提高了管理效率 如今 手钢壁铁员工总数超过1840人 中方员工仅有40人左右 本地化管理 作为与国际接轨的经营理念 如今已被走向海外的中国企业所普遍接受 而在26年前 却是不可想象的 可以说 手钢通过当年的时间 成为中国海外项目管理方式的探索者 参观米兰达的家 感觉这里不但充满生活气息 也很有艺术氛围 客厅里既有她的小孙子创作的油画 还摆着音箱吉他 这是您自己弹的吗 她呢 现在呢 就是初级 但是她唱歌唱得非常好 可以跟我们来一段当地的歌曲 早就听说 碧鲁人热情奔访 能歌善舞 爽浪的米兰达 也很乐意展示下她的歌喉 林春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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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米兰达曾经和中方员工 一起登上手缸 闭铁节情网会的舞台 今天在记者的提议下 吴一鸣和米兰达 也要集醒合作一曲 吴一鸣和米兰达曾经和中方员工 两位男高音的合唱 从二十多年前彼此语言不通 文化不同 沟通困难 到今天 中碧员工 可以如此默契地用西班牙语 即兴合唱 也许这歌声 就是对手缸毕铁 与毕鲁社会 二十多年间相互融合 最好的诠释 走进纳斯卡平原上的矿区小城 它的发展与中资企业紧密关联 远方的家 大型系列特别节目《一带一路》 第458集 走进纳斯卡平原 正在播出 第二天 无尽力带我们来到 矿区里的小城 马尔科纳 人事部门要和当地居民 沟通一个原件项目 对于马尔科纳这座小城来说 它的发展变迁 一直都与矿区紧紧联系在一起 半个世纪前 马尔科纳还是一个小渔村 1952年 一家美国公司获得铁矿开采权 马尔科纳开始向工业小镇转变 1992年 首钢接手至今 又过了26年 马尔科纳已经发展成为 功能齐全 设施完备的小城 这个区呢 是其中一个区叫 Sunghwan-Baldista 它分为好几个区啊 好几个区 大概只有大径10个区吧 常住人口有大概16000 16000人 常住人口 近十年 首钢毕铁的快速发展 带动毕鲁员工 和当地居民的收入 都大幅提高 现在首钢毕铁的工资 是当地平均工资的两倍 所以很多家庭 都盖起了二层的小楼 是在这边吗 对 你好你好 老先生你好 老先生哈维尔萨拉萨尔 是毕铁的退休员工 今年72岁 他在这里出生工作 一直都生活在马尔科纳 你好 就在我们来之前 首钢毕铁的人事部 负责资助帮扶项目的评估 米兰达经理是主要的负责人 哈维尔先生拥有一家民间足球俱乐部 他希望获得帮助 给球场加改一个顶棚 避免踢球的孩子和老人 在烈日下暴晒 米兰达告诉我们 他们负责对首钢毕铁的社会责任项目 进行初步的评估审核 并核实申请项目的信息 形成详尽的报告 是,它们签字是需要的 但是在运动中的组签 但在运动中的签字中 是要求保持组签 因此,我们签字的保持组签 我们签字中的签字中 我们支援责任 我们签字中的签字中 和签字中的签字中 我们签字中的签字中 有些签字中的签字中 有些签字中的签字中 对于像哈维尔先生这样的体育类援建项目 需要评估自身维护管理的能力 保证其能够长期使用 并确认受益居民比例达到要求 哈维尔先生告诉我们 他的父亲在美国企业经营时就在这里工作 1967年他自己也成为一名矿剧员工 一直到2015年退休 这是码头 其实我们从这个黑白照片看上去呢 当时的这个小镇好像不是很大 然后这个基本上都是这种平房的建筑 老先生一家经历了矿区从1952年 美国人开采经营 到1975年秘鲁政府收为国有 再到首钢1992年收购三个历史时期 避免是解释了 永度企業 现在现在 往 flor上 我们 以劳 我们 这是 目rän souls 离开哈维尔先生的家 我们应邀请参观他的足球俱乐部 其实这个足球场看上去 与我们刚才在小镇上面看到的 比较新建的足球场比较起来 还是能看出来有年头 比较大一些 哈维尔先生告诉我们 这家足球俱乐部不但历史悠久 而且是当地最大的一家 拥有分布在秘鲁 15个省区的超过5000名会员 他们会定期在这里举办比赛 那老先生您现在还踢球吗 我问你如果继续游戏 是 还踢啊 老先生您今年高寿啊 我今年72岁了 每个星期还会踢三场球 对 米兰娜告诉我们 手钢壁铁除了帮助当地修建球场 等体育设施 还为马尔科纳地区提供水 电电信服务 为学校更新教授设备 维修角色 除此之外 作为矿业公司 手钢壁铁非常重视 对当地环境保护的投入 为了了解环保方面的情况 我们来到手钢壁铁 1000万吨金矿扩进项目的施工现场 我们身后这个区域就是高压骨膜区 实际上就是把矿石进一步的细碎 这边这个区域呢 就是膜选的这个区域 实际上就是矿石的这个进一步的解离 分离最终形成最终的金矿的产品 实际上就粗俗的说 就是这个膜细了 分离了就行了 孟祥春总指挥告诉我们 扩建项目投产以后 手钢壁铁年产能将突破2000万吨 达到国际一流水平 而同样达到国际一流的 还有他们的环保工程 项目总指挥带我们来到维矿库 手钢收购壁铁之前 铁矿作业产生的维矿 被直接堆放在海边 对海洋造成了一定的污染 手钢来到矿区以后 不但在远离海岸的位置 设立了专门的防渗维矿库 还与中兴集团白银公司 合资建设了 尾矿综合回收项目 这个就是我们后边 这个手心的这个选矿厂 建这个选矿厂的目的 就是为了处理整个尾矿的固费 同时回收尾矿里边的 有用的这种元素 包括铜 铅 金 银 除了把原油尾矿再处理 并非为保 新的选矿厂 从源头上就更加注重环保 所使用的标准 高于毕鲁本国的环保标准 新的选矿厂 我们将来出来的尾矿 本身就是高浓度的尾矿 固体浓度达到65% 就像我们平时用的牙膏一样 牙膏状的 就没有那么多的水分了 水分就应大为降低 这样的话呢 结合马尔康纳这边 非常干旱的这种自然环境 它排放了之后 很快就形成一种干体 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 就更进一步减少了 对土壤对周边环境的这种污染 在我们结束拍摄后不久 2018年7月31日 首钢毕铁举办了 1000万吨金矿扩建项目的 竣工仪式 初期仪式的毕鲁能源部长 转达了总统比斯卡拉的祝贺 以及对扩建项目的赞扬 傍晚 我们从矿区工地回到员工生活去 这里的汉语班正在上课 首钢毕铁聘请了 孔子勋的老师 开办了一个汉语学习班 首钢职工 马尔科纳当地居民 及其子女都可以到这里免费学习 对于首钢毕铁来说 26年是一个 初补扎根与地球另一端的过程 他们深知良好的沟通与交流 才能让两个不同语言 不同文化的人彼此了解 互相信任 在首钢毕铁 所有中方人员都会说一口流利的西班牙语 他们也希望有更多毕鲁人 能听懂中国的语言 了解中国的文化 真正理解一带一路倡议所倡导的 互利共赢 携手前行 这里是位于首钢毕铁矿区 生活区一旁的圣湖安 现在看来这里只是一个普通的海湾 而未来这里将要建成一个 年吞土量3000万吨的大型港口 包括首钢毕铁在内的三家中国企业 正在积极地申请港口的建设和运营特许权 未来港口的建成 对于首钢毕铁而言 将会显著地减少矿石产品的运营成本 而对于毕鲁而言 将会极大的促进国家的发展 让毕鲁更好的连通世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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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